大家好,我們的參賽編號是SSB0022 作品名稱是《元宇宙的靜觀家世界》 不知道大家現在手上有沒有手機呢? 今時今日應該人人都有一部手機 普遍裡面都會有一些遊戲幫你解悶 但你有沒有想過可以透過手機遊戲幫你解悶之餘 加上一個VR套裝 就可以代替收費昂貴的心理醫生 解決你這一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呢? 正正因為近年市民精神健康指數非常之低 所以我們就製造了這隻遊戲 而我們這個元宇宙靜觀家就是一個可以幫你解悶之餘 亦都可以消除你的情緒問題 我們靜觀家還有本校駐校臨床心理學家 邀請華博士提供意見和監修 證明可以減低情緒壓力的問題 我們靜觀家是一個低成本 而且又方便使用的VR手機應用程式遊戲 去帶領玩家進行靜觀治療 那這個遊戲是說什麼呢? 那我們這個遊戲顧名思義就是 以靜觀為主題 而且用劇情模式來玩的遊戲 那我們的類型就有身體素描 靜觀步行 靜觀呼吸 靜觀伸展 和磁心閃 那裏面有不同的房間可以進行一些活動 不同的訓練都有不同的聲音導航 帶他們去投入訓練 聽你這樣說 全部都是訓練喔 會不會很悶的? 當然不會啦 除了以上的訓練之外 我們還有設定簡單模式和挑戰模式 想輕鬆玩的話就可以選簡單模式 想挑戰自己的話可以選挑戰模式 而我們還有設定隱藏關卡給玩家玩的時候 還有一些刺激感和娛樂性 市場上都有性質相同的產品 那我們的產品有什麼優勢? 是啊 市面上性質相同的產品的確是非常之多 但是一些靜觀治療體驗的課程 通常都要出到一些特定的地方上課 雖然效果非常顯著 但是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我相信未必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間 可以常常參加這種課程 而我們使用了COSPACES的軟件 玩家可以隨時隨地打開手機就要使用到 而一些YouTube的影片可能只有聲音導航 但是我們靜觀街有卡通化 有虛擬角色帶他們跟著做 由聲音導航 加上一個VR眼鏡就好像親力期一樣 讓他們更加投入 你講得這麼好一定是很貴啦 那就當然不會啦 除了原油的手機之外 我們只需要一個不合size的VR套裝 價錢低於60元 相比起更便宜過一餐午飯 裡面包含VR眼鏡和一個手掣 不要看這個表這麼多東西 只是我剛剛說的兩樣東西需要錢 連APP都免費的 那是不是只有青少年才可以用呢 不是的 除了青年之外 長者和小朋友都有機會幻想情緒病 根據2021年人口年齡分佈的數據顯示 高於60歲的長者和5至9歲的小朋友 都佔了全港人口31% 嘩!31%這麼多? 31%已經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鑑於我們正估計 涵蓋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 那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就歸納了他們的難處 整合了三個解決感法 你又知不知哪三個呢? 當然知道啦 首先第一點我們用了CAT帽 融合了VR眼鏡 這樣可以方便一些手部不靈活的使用者戴上VR 第二點就是我們用了一件操控式VR手掣 這樣可以取代一般的手掣 可以使用者更快的練習如何操作 第三點就是我們設計了一個APP 裡面有VR路操作說明書 遊戲指南連結評估測試等等 將這些東西電子法使用 可以更容易找到數據不容易遺失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靜管家的遊戲內容 和事前評估 就快點玩遊戲和看看我們的PowerPoint啦